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结束了 那么为什么在礼拜六没有跟大家开直播或者加节目呢 因为这个大选的结果可以说波澜不惊 跟我们在节目当中预料的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民调 基本上是吻合的 如果要说意外的话 民众党在大选当中获得了26%的选票 这有点让我意外 因为我本来预估它大概是20%或者22% 最低的话呢大概有18% 但是呢现在民众党在大选当中啊 拿到了26%的选票 三个政党的得票率呢很有意思 国民党跟民进党相比呢 差了7% 而民众党跟国民党相比呢 也是差了7% 所以民众党因为拿到了这26%的选票呢 一跃成为了很稳固地位很稳固的第三大政党 并且在立法院拿到了八个席位 那么在立法院选举方面之前我们也预料了 三党都不过半 那么结果呢是国民党比民进党还多拿了一席 加上民众党的八席还有两席是没有党派的 那么所以现在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下 接下来那就关键看柯文哲跟哪个政党合作了 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啊 他一开始他在这个肇事活动当中呢 说自己的民调呢应该超过国民党 甚至超过民进党后来呢他说他差一点就相信了媒体所公布的民调 他排老三 其实呢他最起码是排老二 并且跟这个排第一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 差距都很小在误差范围之内 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呢就按照柯文哲说的话 就是潮水退去之后看看谁没穿裤子 果然是柯文哲没穿裤子 所以柯文哲现在依然是老三 所以那个民调的这个结果呢 跟选举的现实基本上是吻合的 那么柯文哲接下来会跟谁合作 就决定了立法院哪个政党可以获得了这个掌控权 哪个政党可以当立法院的院长 一般都认为柯文哲会跟国民党合作 让这个国民党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能够成为立法院的新院长 但是柯文哲有两句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他说他跟韩国瑜的私交归私交 公事归公事 那么说明他未必会支持韩国瑜当立法院的院长 再有呢他说他不会固定跟哪个政党合作 哪个政党做的对他就支持谁 但是哪个政党做的对就支持谁 这只能说是在立法院通过一些法案的时候 你觉得哪个政党对的 你可以把投票的立场跟那个政党一致 但是毕竟立法院一开议的话 马上就要决定谁是议长 谁是副议长 国民党之前就已经放出风声 如果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话呢 那么国民党会留很多位置给民众党 比如说立法院的副院长啊 比如说在未来的这个内阁当中 当然这是以胜选为前提 给这个柯文哲留下重要的位置 现在国民党败选了 组织内阁是不可能了 那么如果柯文哲支持韩国瑜的话 那么国民党可以为民众党留一个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 柯文哲会跟国民党合作吗 我个人判断 柯文哲跟民进党合作的几率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看整个选举过程 柯文哲的所作所为 他说的一切 柯文哲这个人啊 我认为虽然说美国政府对他的评价是不可预测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 他就是一个利己主义 哪里有利益 他就要靠到哪里去 那么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面前 柯文哲在哪个政党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呢 当然是执政党 民进党是执政党 所以柯文哲跟民进党走在一起 那么他会得到的利益一定是大于国民党 国民党作为在野党 现在除了立法院的副院长能够给柯文哲之外 柯文哲还能在国民党身上得到什么呢 一个立法院的副院长可以说 几乎是没有任何能见度的 那么柯文哲真是对这个位置有兴趣吗 我觉得民众党对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没兴趣 赖兴德也抛出说 以后会组建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就是能够吸纳其他的一些在野党成为内阁的成员 所以说柯文哲我觉得他接下来可能跟民进党合作的机会比较大 毕竟那里利益也比较大一点 我们说2024年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整个过程和结果都没有什么波澜 反正都是按之前大家的意料 那么我在这个选举当中看到了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到是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那么在这次选举当中 确实我们看到民众对民进党过去的执政有很多不满的地方 这次民进党拿到的票比预料都还要少 这说明很多人已经转投了其他阵营 比较多转投其他阵营的群体呢 据说是年轻人现在从这个投票的结果统计来看呢 很多年轻人都把票投给了民众党 年轻人当然不会喜欢国民党 但是过去支持民进党年轻人呢 很多都把票投给了民众党 所以这也是导致了 这次民进党为什么在选举当中 在立法院席位不过半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进党现在打破了台湾的政党执政最多八年这个魔咒 那么现在最起码呢 民进党在台湾执政最少12年 未来会不会16年呢 有待观察 但是呢 现在民进党面对青年选民的不满 民进党在接下来四年任期当中应该做什么 这是今后值得我们观察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国民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啊 看起来好像是声势很壮 因为本土兰跟战斗兰团结起来了 但是呢 现在很明显看到 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 国民党的这个基本盘在缩小 国民党的基本盘为什么在缩小呢 同样国民党没有办法得到中青年人的知识 特别是在这次选举当中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的模糊 以及最后马英九认为 在两岸政策上 台湾人要相信习近平这个说法 令到台湾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一代 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呢 产生了极大的疑虑 如果一个政党当他执政之后 他马上改变他的两岸政策 沿着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走的话 那么这对台湾很多选民来说呢 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说国民党在这次的两岸政策 我想是导致国民党败选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再有呢 国民党基本盘在缩小 也是因为那些所谓的蓝银的铁粉 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们知道蓝银的铁粉啊 很多都是当年跟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的一些老年人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第二代 这些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呢 未来这个群体肯定在萎缩 因为更多的年纪比较大的蓝银支持者 随着这个生命的逝去呢 蓝银如果不能够扩展他的基础支持选民的话呢 那么在以后四年的竞选当中 蓝银的基本盘可能还会继续萎缩 我想这也是这次中国大陆政府 为什么对2024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这么紧张的原因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蓝银不能够新增一些他的支持者群体的话呢 那么蓝银恐怕在下一届总统大选当中 得到的支持票会更少 那么民进党如果连续16年执政的话呢 这对中国的两岸政策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当更多的自然毒出现在台湾的投票族当中 那么我想未来中国如果想和平统一的话 那么这个在台湾的民意基础将会越来越小 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因为三党不过半 所以呢接下来民进党在执政过程当中啊 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制约 或者我们说是叫制衡 我觉得这对民众党对于台湾 对于整个台湾的民主制度来说呢 是个好事情 我还是那个观点 如果一个国家永远一党独大的话呢 这个国家肯定就不是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全过程民主除外 比如说我讲到加州的时候 我认为加州就是个独裁政府 因为民主党在加州的执政呢十分稳固 无论是州长的选举还是州议会的选举 民主党都能够大幅度的获胜 所以让他们长期把持加州的行政权和立法权 这就令到民主党不受监督 令到民主党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现在在台湾的选举立法院不过半 这对民进党的执政呢可以产生一个监督 我想这对民主制度呢应该是个好事 我还是那句话 有制衡的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而这次在台湾大选结束之后啊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大陆有媒体报道说 刚刚当选的下一任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萧美琴 为什么这么痛恨中国大陆 他为什么是个台独人士呢 因为萧美琴过去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男朋友 他被这个男朋友伤了心 所以呢萧美琴痛恨中国大陆 这个新闻是我在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哪里来的呢 萧美琴为什么过去有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而因为被这个男朋友伤了心 所以萧美琴变成了一个台独工作者呢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新闻 你一看就知道根本经不起推敲 但是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 在危机解密上这样讲 我们先说啊 危机解密 我想大家经常都会用 我们要查找一些资料 特别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呢 修杰本人都会经常上去查找 但是危机解密不代表权威 危机解密上面呢 有一些内容也有可能是有瑕疵 甚至有些根本就假信息 我真是上去查了一下 危机解密确实有说萧美琴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恋人 两个人谈恋爱的时间呢 有两年之久 后来呢这两个人分手了 而中国的媒体呢 也说萧美琴正是因为 跟这个来自中国的男朋友分手了 所以导致她恨中国 所以导致她变成一个主张台独的人 并且这个人呢 在中国媒体报道当中 是有名有姓的 那么萧美琴到底在美国 有没有一个中国男朋友 而这个传说中的中国男朋友 又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 在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之后 在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 根据危机解密的资料 现在当选的中华民国副总统 萧美琴 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男朋友 两个人谈了两年的恋爱 正是因为这段恋爱 无果而终 所以呢 萧美琴开始痛恨这个来自中国男朋友 从而痛恨中国 所以变成了一个主张台独的人 这种说法你听起来就十分的可笑 但是呢 中国大陆的媒体言之着着的说 这是维基解密上的资料 在维基解密上 所谓描述萧美琴之前这个男朋友 还有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刘亚东 在中国呢 确实有刘亚东这个人 刘亚东是什么人呢 他是中国一份报纸 叫科技日报的前总编辑 刘亚东在这个维基解密里面 所说的段情史当中 他确实在那个时间 在美国生活 但是刘亚东并不是肖美琴的同学 他不是和肖美琴在美国 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 刘亚东当时什么身份呢 刘亚东是科技日报驻美国的记者 所以刘亚东在这个相关报道出来之后 马上出来辟谣 说我在美国确实有工作过 不是念书 我也不认识肖美琴 更加跟他没有所谓的两年的恋情 刘亚东已经站出来辟谣了 我目前还没看到肖美琴辟谣 可能肖美琴觉得这种谣言 根本不屑他去来解释 那么但是这段谣言的来源在哪里呢 我看到了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新浪网上 有一个叫游新闻的人 他撰文说 一个叫刘亚东的中国留学生 和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肖美琴 发生了一段两年的恋情 这个游新闻是什么人 我不太了解 但是另外一个这段谣言的创作者 这个人就不是一般的人了 这个人是凤凰电视的一个组织人 叫邱振海 邱振海据说他有一本书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那本书的名字呢 叫《破在眉睫》 解读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变化 这个邱振海在凤凰电视台 是个组织人 他平时的节目呢 我想大家去查一查 就知道他平时讲的是什么内容 邱振海在这个书里面说呢 肖美琴曾经对一个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 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 他引用肖美琴的原话 邱振海把这句话是用这个引号阔起来的 肖美琴说 当时我还很天真 很单纯 曾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大陆留学生交往 我体会到了中国人的险恶 这个人呢 这个大陆留学生很聪明 能力很强 当时只觉得他很厉害 没有想到这个人背后思维的方式之复杂 或者说冷酷 理性的一面 分手的时候呢 我只是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来伤害我 根据邱振海这个描述啊 他把这个肖美琴和曾经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 发生过两年恋情呢 不但讲的愧生愧色 并且呢 他引用了肖美琴的原话 我不知道 邱振海先生从哪里读到了肖美琴这段原话 那么 有关这个刘亚东呢 很明显 这是在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有人故意在媒体上释放出这样一种信息 肖美琴过去在台湾呢 确实有一个外号叫中国琴 这是关乎于民进党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 当时在民进党内部呢 因为对理念的不同斗争 所以当时有11个人呢 被称之为是民进党内部的异己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进党内部的分裂 这11个人呢 其实并没有肖美琴在里边 但是在这次中华民国总统立法院选举当中 获胜的民进党的党员王世坚呢 曾经在那个时间段给肖美琴起过一个外号 说他是中国琴 我查了很多资料 我没有查清楚王世坚 为什么认为肖美琴是亲中的 给他起个外号叫中国琴 因为这个事情呢 在大选当中肖美琴要不要为王世坚站台 还在民进党的内外呢 引起了很多猜测 反正呢 这是一个搞笑新闻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花絮吧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主题就是 现在台湾已经选出了中国不喜欢的政治人物 被称之为双独的政治人物 成为下一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副总统 中国接下来如何对付台湾呢 首先我们说当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要 都对这次选举的结果表达了祝贺 这里边比如说有美国的国务卿 有英国的外长 还有日本的外长 包括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呢 也呼吁要尊重这次选举的结果 阿尔巴尼斯为什么要呼吁尊重这次选举的结果呢 首先他本人认可 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合法的 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阿尔巴尼斯很担心 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 不令中国满意 所以呢 中国会做出一些事情 所以阿尔巴尼斯呢 他也没有说恭喜赖清德和小美琴 但是他说各方应该尊重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 阿尔巴尼斯这番话呢 就惹恼了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中国现在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是肖谦 过去呢 因为台湾问题 他曾经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上非常出名 为什么出名呢 因为他过去曾经讲过 中国如果统一台湾之后呢 台湾人可能需要被再教育 这个再教育呢 就令到外界想起了新疆的再教育营 肖谦这次看到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说 要各方尊重台湾总统大选结果之后呢 他马上在澳大利亚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澳大利亚对这个台湾的关系做出误判 如果澳大利亚被绑在了台独势力的坦克上 那么澳大利亚人民将会被推向深渊 我的个天 之前中国很多官方的媒体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像国台办的主任等等呢 在选举之前说这次台湾选举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这就已经够耸人听闻了 而澳大利亚的中国大使居然说 如果澳大利亚的民众和这个台独势力绑在一起的话呢 澳大利亚的民众将会被推向深渊 这就是直接对澳大利亚发出恐吓了 不是说中国没有战狼外交吗 刘建超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说他认为中国没有战狼外交 中国也不会回到战狼外交去 很明显 肖谦就是最新的战狼 在卢沙野沉默之后呢 肖谦恐怕是成为中国外交部头号战狼 肖谦为了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居然对澳大利亚的民众发出了这样的威胁 可见了战狼外交在中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我们说中国的现在中联部部长 未来有可能接外交部长刘建超来美国访问 接到了布林肯 布林肯在跟刘建超会谈的时候 布林肯强调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中国对一些美国人的非法拘押 以及非法的禁止输进 这个问题呢要尽快解决 再有呢 布林肯直接警告刘建超 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之后 在两届台湾政府交接这个期间 中国要保持克制 不要采取任何有损于台海稳定的行动和措施 我相信刘建超的回应也一定是 台湾问题是我们的红线 我们必定要统一台湾 所以呢双方在这次见面当中 可以说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特别是在台海稳定这个事情上的 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说美国日本英国的外长 在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呢 都对当选人表示了祝贺 这也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愤怒 所以中国外交部这两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呢 就是对这些国家 对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结果的表态呢 给予了谴责 给予了严厉的警告 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 对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表示 祝贺已经令到中国政府十分愤怒了 而现任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呢 他的表态恐怕会令到 接下来美中关系又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甚至会有轩然大波 约翰逊准备做什么呢 约翰逊宣布说 赖清德和肖美琴在五月份一就职 美国国会马上派出一个委员会的代表团 到台湾进行访问 为什么说约翰逊这个动作 一定会令到中国政府更加愤怒呢 我们知道之前美国国会的议长佩洛西 到台湾访问 中国就已经非常愤怒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导致了美中关系不断的对立 那么现在约翰逊这个做法 我个人认为 他比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访问台湾 更加严重 因为作为美国国会的议长访问台湾呢 其实你可以从多方面理解 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交流 比如说就是一次假期的旅行 或者说见见老朋友 因为美国国会对于这个行政的外交政策来说呢 是没有太大的干预权的 除非是拜登访问台湾 那么这对中国的一中政策 或者是美国会不会承认台湾的独立主权 这个话题呢就比较敏感 但是国会的议长去访问呢 本来说不应该这么敏感 中国不应该反应这么大 但是约翰逊这次派出国会代表团 在政府总统就职之后 马上第一时间就去访问 这就等于美国在承认台湾的独立主权地位上 美国国会众议院又往前迈了一步 所以说约翰逊这个计划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 我想美中两国可能接下来将会发生更大的冲突 那么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在猜 既然台湾民众选择了战争 那么接下来中国大陆会做什么呢 这个台湾人民选择了战争 这个战争是有引号的 台湾人民只是选择了他们属意的政治人物 成为他们下一届总统或者副总统 但是呢这在中国大陆看来 这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那么这个逻辑就很简单了 你选赖清德就选战争 你选侯友宜就选和平 好了现在台湾民众选了战争 中国会做什么呢 这是这两天媒体都在议论纷纷的一件事情 中国会不会马上发动对台湾的武统战争呢 其实我觉得发动武统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难度太大 因为要集结兵力 要动用大量的资源 在军队内部不稳的情况下 在内部高层贪腐的这个情况 比较严重情况下 中国真是有把握打台湾 正如马英九所说的 一打就赢吗 这点我个人表示怀疑 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中国 接下来对台湾会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第一个 我相信中国和台湾之间的ECFA 肯定会大面积的废除 当然这个废除两岸之间的这个ECFA 我想这不但会伤到台湾经济 反过来也会伤到中国大陆经济 所以你说把整个ECFA彻底推翻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中国会挑一些不影响自己利益 但是影响台湾利益的一些政策呢 给予废制或者是增加关税 但是这个做法呢 我只能说可能对台湾的经济伤害大一点 对中国的经济难道就没有伤害吗 不要忘记了 现在在中国几百万台商 有很多人是站在中国政府的一边的 那么如果中国政府改变了对台的经济政策 这些爱国台商也受到损害呢 他们会不会变成了不爱国台商呢 所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也会有顾虑 但是呢 在ECFA的很多项目当中被废止 我想这是必然发生的 然后接下来有关军演啊 或者甚至是动用两艘航母 封锁台湾的一些海域啊 这个事情 我觉得大概率也会发生 但是问题是 你载军演也好 用两艘航母 一南一北一东一西 来封锁台湾也好 不会对台湾起到很大的 这个威慑作用 并且我们看到了 台湾13号总统大选投票 刚结束 14号拜登的四人代表团 就到达了台湾 而代表团的领头的呢 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很明显 国家安全 战略防御 就成了 这次私人代表团 要跟准备上任的新政府的 政府总统 要会谈的这个实质内容 所以接下来 美国也会加强对台湾的防卫 或者是向台湾提供一些军事装备 那么中国如果除了在经济上 在这个领空领海的 这个对台湾的封锁上 还能做什么呢 我觉得恐怕很难再有一些 更加强力的措施 甚至是用军事手段来直接干预 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尊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习近平 或者他的这个幕僚决策程 怎么决定的 接下来我想从现在到5月20号 新政府上台之前呢 还会发生更多大的新闻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